哎,别激动啊,我又没说要把你怎么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黑风国际的人 你怎么知道 不仅如此,我还知道你是被拐骗到绝风岛上进行训练的,对吧 你,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 因为我也曾经去过那个岛上待过一段时间,对你们的行事风格相当了解 以杀手的身份,一直活在阴暗的角落里面,很不好受吧 但是我能帮你改变这一切 哪有这么容易,组织是不会放过叛徒的 组织的事不用你操心,只要告诉我你自己想不想就行了 我,我想活下去,像正常人一样的活下去 OK,那就先跟我去洗个澡,然后再换身衣服 哎,你,你,你想对我干什么,不是说要放过我的吗 你误会了,是我说带你去洗个澡,不是和我一起洗 水温合适吗 嗯,刚刚好,谢谢你 那个,请你不要站在外面盯着我洗,感觉好怪啊 你放心,我不会逃跑的 啊,抱歉,抱歉,我在外面等你,你等一下直接出来就行了 我知道了 呃,被关了这么久,真的是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床 那个,我洗好了,就这么毫无防备地睡着了 如果现在想了结它,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吧 喂,你是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吗 啊,我,我刚洗完澡出来,就看到它躺在床上睡着了 真的没想干什么,你要相信我 上午先搜搜你,看看有没有藏着凶器 啊,你,搜完了吗 嗯,你好像确实没得凶器,看来你没有骗我 我,我本来就没有理由要害它 哼,我还没有知道相信一个杀手的话 我的任务目标是李豪,跟零号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吗 那看来你还不够专业啊 如果是我,为了完成任务,就会把所有阻碍全部抹出 别把我和你这个女魔头相提并论 哼,赶紧穿上衣服,回地下室待着去吧 抱歉抱歉啊,刚才一个不小心就睡着了 咱们继续上午的话题吧 我大概猜到你需要我干什么了 是想让我做内应,来对付黑风国际是吗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啊 你既然对我本身没有兴趣 那就肯定是对我背后的组织感兴趣了 哼哼,没想到你还是个明白人,那就是答应跟我合作了 这件事,就算我答应了你,也办不到 为什么 黑风国际在我们这些杀手身上,都注射了名为血咒的药物 情势没有任何症状,但若是没有定期服用解药 就会爆发深入骨髓的疼痛,三天后暴毙而亡 啊,那个药物我知道 以前在岛上的时候,他们也逼我吃过 但是你看,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哎,别着急,听我慢慢跟你说 我十二岁的时候就从绝风岛毕业 被卖到了一家神秘的医疗机构 那家机构全都是科学怪人,知道我体内有血咒 就拼命地拿我做人体实验 他们给我注射了许多奇怪的药物,有些甚至有剧毒 后来我通过夹死逃离了那里,一直到现在都没事 据我推测,应该是那些药物和血咒的毒素相互作用 二者中和了 这只是误打误撞,而且你也不知道那些药物的成分 哼,对,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药物 但是我有更简单的办法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开挂了吧 开挂?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鸟子,你要是不给钱,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开什么玩笑 我去,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世 那就只能不灭足了 大祭司,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高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持续 将快速支血 必须上军云门 下暗阳关 只要进了这门 都算是我的病人 小姐姐 你不会以为 我只懂医术吧 就凭一群乌合之众 也想来教训我 下面就交给我吧